臺北市政府在十號重啟疫苗的預約系統 民眾搶著預約接種第三劑的加強針 不過臺北市其實呢 到一月底前符合第三劑接種條件 人只有一百一十萬元 預計下週會開啟七個中型的接種站來應應 不到現在都還沒有詳細的規劃 這也讓議員痛批 北市根本就是慢半排 市長柯文哲上午出席捐血活動 防疫先放一邊下午再說 不過本土疫情升溫 市民現在更關心的 應該是第三劑疫苗怎麼打 就怕疫情止不住 不止機場人員防疫旅館醫護要打滿三劑 配合指揮中心規定 可以施打第三劑的民眾 截至一月底就有一百一十萬人 看來北市府得擴大施打量能 當時要做這個命令的時候 要先想好線後順序 我們現在預計下個禮拜會再開啟七個 中型接種站 來應付到月底會有 符合打疫苗標準有一百一十萬 市長如果你有時間炮打中央 跟中央縮三道市的時間不如好好的把台北市的疫苗接種規劃趕快做好 柯文哲市長你對於第三劑疫苗的規劃到底有沒有呢 對於施打疫苗的名額量能以及場管有沒有任何規劃 台北市民到現在都看不到啊 疫苑痛批市府慢吞吞 因為看看其他縣市 基隆 桃園 新竹開放隨盜隨打 新北市也公告接種站設置地點和日期 各縣市做好準備拼第三劑覆蓋率 唯獨台北似乎還慢半拍 我們現在正在就是跟這些地點要做溝通跟接洽 確定了之後就會給大家知道 加開接種站時間地點都還在規劃 最快12號公佈不過淘機群聚擴起雙北 北市若不加緊腳步恐怕會讓病毒先乘血入 記者廖凱誠 陳元廷 台北通報道